正在內湖公民會館展出的這檔畫展 有好幾幅畫的主角都是甘蔗 71歲的畫家林宏佳 回憶起小時候的成長經歷 對於甘蔗有獨特的一份情感 而且不只是畫甘蔗 他也很喜歡吃甘蔗 我會走路這個藝術這一條路 應該是算我從小就受到 學校的老師他對我的欣賞 每年都代表學校去比賽 後來一個因緣上我去學畫了 所以我就立志 我以為我要當畫家這樣子 當然因為在學畫這個過程當中 因為生活的絕技 所以我留到市場去 當一位削甘蔗的剪裁 每天就在市場裡面賣甘蔗 早上去披發甘蔗 就是肩膀要烤一大粉甘蔗 然後左手是腳趴車把手 然後後面車架再載番茄或是香蕉 到市場裡去銷售 就是一邊在賣這些甘蔗 一邊學畫畫 但在這個中間也是有想要放棄 但因為後來老師跟我說 你不要放棄 你來學畫 我不用跟你說學會 就是你每天幫我從五樓 掃到一樓就好了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後來 我就繼續在學道去當兵這樣子 就是我當兵以後就開始教學生 也是我人生的 一直順利的一個起步的開始 所以那時候都非常的忙 每天大概做畫都大概又做十幾個小時 除了睡覺之外就是在畫畫 畫到然後到這是我人生 應該在創業這個階段 然後一直到電話的時候就是 我的畫作是供不應求 大概畫沒有乾 人家就買走了 就用車來載走了這樣子 我對甘蔗的許好就是 因為知道甘蔗它的營養 我覺得它是非常天然的 所以我因為賣甘蔗 一定會去試試看這個甘蔗 它的好吃不好吃 或者很軟的是很硬 是不是很脆 大概你拿起來 如果你把它這樣震動 它很有彈性 那個甘蔗就是非常好 非常很容易啃的甘蔗 那我現在因為喜歡啃甘蔗 到目前都還是 每天大概都會去買甘蔗 像我一年大概 它會啃八十隻甘蔗 像我現在的冰箱還都是甘蔗 所以我學生還開玩笑說 老師我可以跟你換牙齒嗎 我覺得你牙齒非常的硬朗 這次展覽的畫作 除了讓人看到鄉村田野的風光 與農作物之外 他也透過幾幅畫 來表達自己人生的心境轉折 我從小就很喜歡畫海浪 那這張海浪就是在 象徵我在創業的時候 就是滿懷衝勁 向前走 財源管盡 未利愁 生活無足 就是未生活 那就是這張畫 對我來講說 在創業那個階段裡面 對我的那種的 混沌那個精神 我覺得是相當大的鼓舞 這樣子 這個瀑布也是我曾經常在畫的 以前都是在表現 它的一種的美感 那話題都會把它呈現 開眼絕流 因為以我本身 我是比較喜歡 嘗試各種的計畫 比如說我在畫畫的時候 我會加一些紗在裡面 我也會加一些咖啡渣 或者是木屑 像這一張我是把一張畫布 上面先貼上一張仙子 然後用手去把它捏一些造型 然後看它是形成什麼的形狀 我就來做個創作 比方說這一張它我捏好以後 它剛好形成了有五棵樹 我來表現一張五棵的煙花 這是代表一種煙花 上面很多有這種樹枝 就是用仙子去把它捏出來的 一種的效果這樣子的 那上面這些點 比較大點是用畫刀原料調度 讓它去留下來的 比較小點是用刷子 去把它甩的效果這樣子 這張畫是表現比較於空靈感 就沒有像以前畫得那麼的緊密的感覺 比如說這個比較有 放空心境在畫了 這大概是代表目前我的心境 可能會比較於做事會比較無為這樣子的 像我那一塊地我當初在種的時候 非常期待你趕快生趕快生 但後來覺得就是我認真種 要生不生你去決定就好了 就當作一種比較無為的 不然以前都會期待種什麼趕快生什麼 那現在不會 現在我就隨言 你要生就生 不生你也可以不要生 所以目前的心境大概會像這樣 比較有一個空靈感 就是它的畫風其實我是覺得很 很就是很靈活 而且很多元畫 它不是只有一個畫風而已 而且它又很活潑 那還有主題 你看還有那個什麼 Jugana有沒有 還有楊樂多 就是這個系列的這樣子 那它山水也是有山水啊 對啊也是有 然後它也有意境的啊 像這個後方那一幅畫就很空靈 對很多風格 好那剛好我自己很符合我的個性啊 我的個性也是屬於多元畫的興趣廣泛 畫家林宏佳因為熱愛畫畫 從12歲開始畫到現在 已經畫了近60年 後來自己開畫廊 賣畫之餘也教學生創作 他說接下來想好好研究 改用畫刀來做畫 所以我大概我人生到這個階段 從非常的艱辛到忙碌 到現在是一種在左放空的時候 所以我現在是在於 在效法我們的前輩畫家 叫做紅衣大師 他是在大陸內非常有名的畫家 後來他就到深山去修行這樣子的 那這是我目前也想追隨他的腳步 那另外一個期待就是 我這次畫畫以後呢 也是準備要封筆這樣子的 那為什麼要封筆呢 就是斜邊常跟我說 老師這個學畫畫以後呢 每次在洗筆都非常的麻煩這樣子啦 所以我現在就是我自己呢 我今天先封筆 那我到山林中 我在研究一套用畫刀來畫 一刀畫到底 那以後裡面畫畫就不用再用筆啦 所以我現在就是 這個展後以後呢 我大概這些的期望 也希望可以早日 是下山來跟我的學生 分享一刀畫到底的樂器 這檔甘蔗園日記畫展 展現畫家多元的創作風格 也訴說著畫家 從早期艱辛的生活 邁入創業奮鬥 一直到現在優然自得的心境 歡迎有興趣的民眾 到內湖公民會館來欣賞畫作 記者陳淑萍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